世事常行菩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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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事常初音声菩萨达 世事常行菩萨达 世事常会菩萨达 世事当期菩萨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像你看到路边有一个真正的可怜的乞丐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帮助他 你会觉得内心很难过 就像阿底侠尊者 要去礼拜五台山 却在路边看到一个 饿得要死的修道人 虽然他也要去拜拜 但是他已经饿又病 那时候又是冬天了 所以很多人看到了 虽然生起同行星 但是他也没办法走过去了 如果说我们也是 然后就跑了 虽然有个悲心 但是悲心人人有 但是如何按照佛所讲的空性 不舍众神去实践 但是阿底侠尊者看了以后 除了生起大悲心 掉了眼泪 但是如何去帮助他呢 我的身体还健康 他的身体快死了 虽然阿底侠身上也没有任何东西 但是他可以做的什么 割他的肉给他吃 他可以做这个 这个就是叫肚母的眼泪产生的能力 也因为阿底侠这样真实的割肉 给对方发起这个心的时候 就感应了观音菩萨的降临 观音菩萨的力量永远都在 但是如果我们心乃是相应的行为 跟观音菩萨相应 观音菩萨就现前 所以观音菩萨就 教给了阿底侠尊者 这个白财神的修行的方法 让阿底侠尊者不用割自己的肉 而可以显现 不可思议来救度这个可怜的修行者 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今天 乃至愿意来参加法会 我发觉当然很多人很喜欢灌顶 东灌西灌 灌的馒头包 因为他觉得这个法门我不能没有 我不能输人家 但是你叫他割一点肉 不要说割肉 稍微给他讲个话不客气 他就翻脸了 拿刀子拿嘴巴要来伤害你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 学学别人的优点 但是不要看不起别人 因为别人的不圆满 让我们可以更修福报 简单的说 别人的缺点 我们来弥补它 而不是看不起它 让我们修福 别人的优点 让我们来学习 这个叫修慧 那这样才可以福慧圆满 但是很多人也找不出这个道理 因为他看到别人的某一些缺点 他就忘了对方还有一点优点 那这样你就没有进步的空间 所以当然以我的立场 我接近了很多藏传佛教 我也是用这种实际行动来感动他们 你们也要真不实 真奉献 不然法这么好 才变成一种知识教育 而不是一种修行 那这样 好可惜啊 展现不了力量 就像我们经典都写得很清楚 在菩萨界 一个出家人穿个袈裟 在路边帮人家念经破戒 这不是慈悲吗 因为路边会觉得看不起你 所以让人在这一点 他们也了解这个 上师要传法一定要登高座 你不能传法 因为你不登高座传法 虽然你谦虚没错 但是会让人家看不起法 所以不能说我自己光有悲心 要有善巧方便 当然了 如果今天一个可怜的人家 大家都知道他很可怜 根本没有 他没有钱的 居然还有法师或上师 愿意蹲在路边帮他 甚至站在那边跟他说法 会引起别人尊敬的 那可以做 然后就看 这个法师这么慈悲啊 就像各位一个人 自己跑到湖墓区 去帮助众生 人家都知道你是慈悲的 但是如果你显现出来 是为了钱的 有个人目的的 那人家反而看不起这个法 就是要时时刻刻的 知道自己是在表达什么 我们一个在家商保弟子 也要让人家知道 那我们在表达什么 开车走路做事 因为你必须要 有佛教徒的一个特色 那佛教徒的特色是什么 忍辱啊 智慧啊 慈悲啊 细心啊 等等等等 就像各位来参加法会啊 就很慎重 走进来走出去 佛教最大的 就像我去印尼 只要我们这边讲话 有任何人走过去 不分散 他们手一定会放地上一样 因为 对不起啊 干扰到你 所以 当然就像很多人说 照相嘛 不能站得比师父还高 那就是汉人跟藏人 两个不一样 汉人不一定 师父你要坐椅子 我站后面 这个是尊敬 那是汉人的尊敬方法 所以那当然了 那如果你有学藏传佛教 不但不能比他高 还蹲在旁边 还跪着 那不错吧 因为这个是 南传佛教也是如此的 你要跟任何师父比修说法 那是供养 你要先跪下来 而且不能 不能超过太近 太近还碰到对方不行 还远远地跪下来 两公尺 所以要把东西摆在那边 而不是你亲自交给他 对不对 你亲自交给他 有时候还瞄他一眼 师父 你还动了师父的烦心 所以这一点 当然各位 你要很注意 在修行 每一个眼神 语言 走路 骄傲的人 骄傲的 就像一个人要打架 脚就开开了 对不对 眼睛就横横的 知道他要跟你吵架 不尊敬你 那我们佛教 大乘佛教的目的呢 是才修什么呢 你讲 尊敬对方 尊敬众生 这是骑马的条件 如果你内心里面 不尊敬对方 一只小蚂蚁 一只小蚵牛 那你就 伤害了修大乘佛教的基本 他如果解脱到呢 可能可以也可以不用 因为解脱到 不在于度众生 解脱到在知道 生命的苦 而自己 可快闭关啊 入定啊 断贪嗔痴啊 所以就算生命要死了 也无所谓啊 只要能够把消灭 贪嗔痴 不再轮回就好了 他对于世间 是厌离的 舍弃的 甚至不耐烦的 非常不耐烦 这个世间太苦了 当然这是佛教的基本 世间极苦 所以在这一点 当然我们如果要 修所谓悲心啊 那你一定要去了解 这个世间的真实相 念一下 苦空无我 变化无常 这个是世间的真相 包括各位现在 用这个身体 也没什么好骄傲的 当然一个 一个女人长得漂亮啊 一个男人身材好啊 她已经很习惯 表现自己的优点 这个优越感 事实上这个 这个骄傲就会骗了她 因为将来你还是为她受苦的 所以当然在修行 一开始 或是在某一些道场 就故意你要修苦行啊 故意让你有一点难过啊 然后呢 不要去执着这个身体啊 所以甚至在藏传佛教 有这个断的法 断 断就是 对身体的执着 你要把它断除掉 当然不但是身体的执着啊 你的金钱啊 地位啊 世间拥有的 这些智慧啊 也就是知识 名片拿出来 我是个博士 好像他就 骄傲一点 骄傲一点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要告诉自己 我到底在傲慢什么 所以这个世间 一切都苦 有什么好傲慢的 所以我们出家人 李光头就是破除我慢 一切一切你都不行 就像我一样 对我来讲 要坐在这边 跟大家共修说法 对我来讲是 有一点痛苦 很无奈 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又没办法 因为佛陆说你们要慈悲嘛 要把自己所了解的佛法 甚至最伟大叫体正的佛法 自己有这个感受啊 要引导分享 就像我吃树啦 就像我吃树啦 当然我很喜欢我的爸爸妈妈也吃树 没有别的道理 就是因为爱他嘛 希望他健康快乐一点点 就像我们爸爸妈妈往生啊 哎呀我妈妈也经常问我说 你爸爸往生有没有做梦 我都不好意思说 我没有做梦 因为我妈妈想说 你们修那么久 你爸爸去哪里你要梦一梦 我说没有梦到 就像各位的堕胎胎儿 你也会想知道 哎呀我的胎儿去哪里了 对不对 这一点起码你要有 那有些人是已经慢到 我就会回向啦 那去哪里 我哪里杂役 代表你没有关心他 关心就是 自己好像会有点肯定 肯定 就像我们读地藏经 你看光目尼 婆罗门尼 问佛爷 问罗汉也好 他一定要知道 他妈妈去哪里 对不对 甚至地藏菩萨还教我们 怎么样让父母超度的方法 如何去实践 念满一万声地藏菩萨 就能够有机会了解 所以我想这一点 我们也不能说 哎呀我不用问 我不需要了解 那这样你说你有悲心 那也不太像 你只是执着一个法 所以我认为我要慈悲 但是你 你没有这个众生慈 就是说 首先要众生的苦 让你感受到 所以你去追求这个法 是要帮助这个众生 然后这个法 帮助众生以后 又能够把这个法放下 这个叫无声法论 由众生到法 然后再进入空性 这样 但是这个空性 永远就不离开 法跟利益众生了 而不是说 断掉众生的苦的关怀 哪里是呢 执着这个法 或是把法用完了 又放下 这个法 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存在 所以我想我们要来接受 度母的灌顶 灌顶对我来讲 我们叫三叶相应 也就是说 得到一个授权 灌顶就是 国王把这个王位给你 也就是说 这位本尊佛菩萨 把他的功德力量 转移到你身上 这个叫灌顶 灌顶就是一种菩萨界 也是一种四眼界 我们叫三叶也姐 也就是说 各位准备去做度母了 准备好了没有啊 要有准备呢 你不能说 灌一灌回家自己用 放在仓库 你叫我去救苦救难 我没法度 我只想要得到度母对我的加持 那当然 度母还是慈悲的 他伟大的力量 只对你一个人有用 他也好了 蒙蒙啊来 叫结缘 因为他不舍弃 但只是站在大乘佛教 你要真正得到 这个度母圆满的力量 那你要承担度母的 所有的事业 所以 当然在 各位你可以去看 我们唐密 事实上写得非常好 叫多罗菩萨 多罗就是达拉的意思了 多罗菩萨经典 非常广泛 我认为 像我们到日本也去学了 然后呢 唐密非常好 是因为唐密所有的仪轨跟经典 大威德 大白散盖 这些 马头明王 这些各位常听的 事实上在唐密的仪轨 都非常圆满 这是真的要有耐心 因为四本厚厚的 厚厚的 那这样你对 整体佛教 你才了解 但是我个人 不会因为 我看 而舍弃 因为 在某些仪轨 藏传佛教 还是保留的 那在日本 有些部分 还保留了 比其障还更严谨 特别唐密的那一部分 所以我认为 在这一点 我们站在 一个学佛的立场 我们都要去学习 但是也不要 因为去学习 而变成一种知识分子而已 就像我认识很多阿瑟里 就说修唐密的阿瑟里 就 就好像那个 宗教情操 没那么强 大部分都是教授 因为那些要修唐密 你脑筋不够细 是没办法的 很多人没办法修 但是也因为 太过于细 甚至还要学梵文 所以 那就变成 好像以前我们小时候 这个人很会讲英文 我们英文不好 他会看不起我 是吧 好像我英文好一点 但是意思是说 一个人如果 这个路道的根本 惭愧心谦虚心 没有 他只是觉得唐密很好 脏密很好 任言尖很好 就跳进去的话 对他就没帮助 那我们出家有这个福报 出家前几年 每天在那边扫水 勾插桌子 铺床铺 扫厕所 好在这个我专业 因为我在大学 工读的时间 就在忙这些事情 所以我去出家 做这些事情 然后我师父来找我出家 第一件事情干嘛 买机票订饭店 为什么 因为我师父要回河南 这个好在我在家 我也专业 那我师父也很好说 事实上 他出家那么久了 出家就是忙这些 照顾别人服务众生 由世间的做起 到看得见了 服务完了 就服务看不见了 但是呢 不能把读书当作修行 因为我的师兄弟 包括我都去读过 佛学院 这是我没读完 因为我师父说 读书只是一个祝愿 不是修行 慈悲才是修行 但是慈悲 要能够没烦恼 那这个才叫慈悲 那个叫空性 如何透过利他的 种种的复杂的行为 然后呢 去断除自己的烦恼 那这样 这会儿我很有福报 我一听就懂 所以 而且赶快去忙 你要很多事情忙 那忙的过程来修忍 忍到 不用忍 叫无声法忍 所以这个叫利他的过程 完成自利 这样才可以符合佛教的两方面都得到利益来 自他真上 所以我们叫戒真上 定真上 会真上 各位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教人觉得说 一年一年过去 你越来越真上 不是骄傲 而是说 人格越来越谦虚 越来越客气 越来越体贴别人 越来越下心含笑 越来越能够忍受各种的侮辱 痛苦 那是自己的癌症还在笑 就像正化长老 看到我 海涛 不用关心施工 施工没事 因为施工得癌症 我说施工 你买也不会痛 施工忙着看打波尔经 只是胃口比较差而已 体力比较不好 但我施工真的没痛 就算有痛 他也忍得很好 他不让我们操心 所以 这个让我得到实证 佛力不可思议 经典力量不可思议 我想就像一个人在打坐 他已经入定 来自进入法的状态 这个身体被打死了 他都还忘了 因为他 这个已经超越了 他的意识就像 就像虚云老法师 在被打的时候 他的意识在都算内缘 这样而已 等被打完以后 他一直又回来 用这个身体 这样而已 那当然修行可以修到这种 身心的保持在这种状态 甚至心已经不执着在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就像木鱼 扣扣扣扣到哪一天坏掉了 换一个 这样 他不执着 所以我想各位也要修到这个 今天 别人误会你 然后你就觉得 这个不是我 对不起 你误会 不会生气 那你代表你心 有点平静 那有些人 你要给他考试一下 你为什么这样 那就翻脸了 不高兴 代表这个内心很脆弱 所以这个一脆弱 他不能做事 做事 他会把他这个个性 弄得大家很烦恼 但是修行人 我认为 我还是必须说 找出自己的缺点 是生命最大的智慧 找出自己不圆满的部分 才是生命最大的快乐 因为 以佛做镜子一样 或者以法做镜子 观世音菩萨跟我差在哪里 地藏王菩萨跟我差在哪里 我为什么地藏菩萨有100分 我为什么没有100分 这个叫精进 你要一直朝这个方向 所以念阿弥陀佛 只希望成就阿弥陀佛 就这个意思了 所以各位今天要接受灌顶 那 有没有决心要承担度母的责任 有没有啊 你要说有 所以你家里就要 请一尊度母 或是度母的相片 多罗菩萨经典要看 度母的仪轨要修 这个修 修 这个修不是闭关叫修 我发现很多人把修当做 就不见了 叫闭关 就把这个仪轨弄熟了 错了 仪轨是让你的身心像度母就对了 何不是说我仪轨被熟了 我可以不用看了 等等等等 那这样又执着 法跟人分开了 分开了 这个法要融入你 今天你绣地藏法门呢 反正你就是很孝顺 而且你把所有人都当作妈妈一样的孝顺 替他上供下施 只要你还在轮回 我一定要来让你脱离轮回往生净土 这个是不是地藏菩萨的精神 核心呢 如果你地藏经背下来 地藏仪轨到修 地藏长奏 中奏 短奏 都要 如果你都很熟 但是你还是很自私的样子 甚至拿这个来教别人得供养 你把法当作一种知识在买卖了 那这是比较可悲的地方 所以我今天这样说的意思 杜姆的咒好不好念 太容易 我看大家都会 但是你能不能把这个重 陀伦尼名为佛心持重而护持你的心 跟度母一样 祈求度母的加持 但我要去做这个事情 祈求度母加持我像度母一样的柔软 而能够断除众生的身心轮回各种的痛苦 我要得到这种能力 所以我来研究度母的经典 得到度母的仪轨咒语的传承 所以意 意并不是光得到灌顶 而是我的心 跟度母的心合为一体 跟阿弥陀佛的心合为一体 那阿弥陀佛的心 度母的心跟谁合为一体 众生合为一体 所以度母的心是时时刻刻在 救苦救难的 为这个再努力 那当然各位听我这么说以后 你要把它当了 这是你的戒律 那你就要开始非常非常的 很注意自己的深口意 虽然逆境来了 痛苦来了 可撑之处不起撑心 等一下 那么不动如来 如果你还有抱怨 不管你对错 你只要抱怨就错 我觉得这个意思 因为那个时候离开佛心 会伤了身体 所以不找哭 生气 冷酷 这些负面的东西 就会跑出来 所以我想各位 行有不得返求诸己 当我们想要做一件好事 然后你要反省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我没办法这样做 原来我没有佛教的空性 那就是因为没有 所以我才要去从事修行 来断除我这个执着 你没有从事修行 你怎么降服我慢 对不对 就像礼佛十万败 那干嘛 因为要透过这个来消除我慢 透过这个来奉献众生 透过这个来供养诸佛 我的身体供养给佛菩萨 所以有一位菩萨说 师父我打坐的时候坐不住 我给他教一个方法 你没有把身体供养给阿弥陀佛 所以你坐不住 如果你把你的身体供养给阿弥陀佛 哎呀 要割药宅随便 你就定了 你就坐得住了 所以当然在礼佛的时候 在深夜上面 他要达到什么 那我们要 要不断的去思路 把这个伟大的头 就要放在地上 身体放在地上 那你就 就像 佛陀那个时候 碰到燃灯佛 把自己趴在臭水沟 对不对 然后呢 但是趴在最手沟 是为了成佛吗 也不是光这单方面的意思 我要把自己奉献给众生 所以 我要学习佛陀的功德 燃灯佛的力量 也因为他有这种全然的菩提心 大悲心 放下自我的空性 所以燃灯佛授极 未来成佛叫释迦牟尼 任何人不能踏到他 因为他是 以发菩提心就是代表佛了 这是真心 所以我想 我们念佛的时候 那你要全然融入于阿弥陀佛 供养阿弥陀佛 那这样 透过你这样的修行 可以把阿弥陀佛的力量 透过你的回向 而让对方得到利益 当然如果你在这样子做的时候 我想你的父母也很难不超度 那当然父母不超度 还有他的理由 他有他的执着 他认为升天好 当然我认为要是佛也好 阿弥陀佛也好 反正只要能够到佛的净土 那就没问题 因为升天再大的快乐 虽然很长 有一段时间我爸爸 我就请到了色界天 这么高 色界天算几百亿年 你会觉得很久 但是这个时间还是有限的 最后他还是要领受他的夜报 还是要轮回的 所以各位无论如何 一定要劝累结父母主线 不但光父母 劝来 愿所有天道有情 消除我慢 因为他在享受欲界的快乐 色界的快乐 无色界的产地 这个也是个慢 他认为这个是最好的 要消除这个我慢 发菩提心 为众生 得生净土 刚才变成真正成佛 那各位要经常劝 那为了要劝天